意外进入恐怖游戏 我成了与世隔绝的海岛监狱里的护工 可我不知道 我是这座监狱里唯一的cake 地牢深处 带着直咬器的青年手指 轻划过我的锁骨 笑容病态 语气愉悦 啊 护工小姐居然害怕得发抖呢 我被她抵在墙上 只能被迫承受 后来 在我即将逃离这座监狱时 英语偏执的大boss 却将我压在身下 黑眸沉沉 冷声质问 为什么要离开 留在这里永远陪着我 不好吗 欢迎玩家聆听栏 进入副本海岛监狱 此副本难度为SSS级 主线任务 一周之内逃离海岛监狱 游戏即将开始 请您提前做好准备 祝您游戏愉快 熟悉的电子音落下 眼前场景开始急速变化 最后 眼前画面定格在昏暗阴森的走廊 这里是一间地牢 鼻尖营绕着海水的淡心位 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 两侧的牢房里 关押着这个世界最穷凶极恶的罪犯 他们看向我的目光 就如同捕捉到猎物的野兽 直白露骨 令人作呕 新来的护工好香啊 看起来细皮嫩肉的 不知道尝起来味道怎么样 之前那个甚至没撑过一个月 不知道这个新来的能坚持多久 真是让人期待 有人朝我吹起了口哨 言语之间 满是兴慰 护工小姐 你知道之前的护工去哪里了吗 我闻声望去 是一个笑容裂到嘴角的男人 面上密密麻麻的黑色刺青 遮盖住了他原本的模样 哦 我忘了 他是被我亲手杀死的 你知道那个女人死前 还在哀求什么吗 他说 放过他吧 他想回家 多可笑啊 哈哈哈哈 他疯狂大笑着 露出的牙齿不似常人 每一颗都被磨成尖刺状 上面还残留着红色的液体 看上去 能一口咬穿我的喉咙 男人大笑之后 不满红血丝的眼睛 死死盯着我 问道 护工小姐 难道这个笑话不好笑吗 我语气平静 不 很好笑 和你这人一样可笑 话音落下的瞬间 男人得意的神情 还将在脸上 他不可置信地看向我 愤怒的目光 好像要把我整个人 灼烧殆尽 我微扬唇角 反问 难道这个笑话不好笑吗 随后 我一开目光 不再理会身后暴怒的男人 和一种笑声刺耳的罪犯们 平静地推着装满 医疗物品的小车 在各种不怀好意的目光下 穿过这条长长的走廊 走到了尽头 走廊尽头 我将手指放入感应装置之上 同时 厚重的铁门缓缓打开 门内是更为昏暗的房间 隐隐约约能看见一个人影 我犹豫半晌 最后抬脚迈入 房间里的灯陡然亮起 大门在我身后河上 在黑暗的环境中待久了 眼睛还不能适应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一阵眩晕过后 我微眯着眼睛 看向那个坐在角落里的青年 他穿着一身蓝白色的病号服 肤色苍白 冷白如玉的脸上 情绪莫测 黑色碎发 遮住一双沉沉的眼睛 目光平静 便不清眼底情绪 更让我惊讶的是 他脸上佩戴的黑色只要气 他 到底是什么人 我一步一步走过去 伸出手轻轻敲了敲围栏 静谧的环境里 发出的声响异常突兀 你好 经过前几个副本的历练 我大概明白 每个副本的通关boss 不出意外的话 都是我格林青野 既然如此 那就更没什么好怕的了 黑发青年纹声抬头望向我 弯起的眼睛 透露着笑意 是新来的护工小姐呀 不进来做作吗 隔着铁制的围栏 我警惕地看着他 根据上个副本的经验 林青野似乎因为某种原因 忘记了我 保不齐他会做出什么举动 为了成功通关 我还是小心为上 护工小姐 离我这么远 是在 害怕吗 他摇了摇束缚双手的铁链 语气疑惑 尾音上调 铁环碰撞 发出清脆的响声 他 看上去似乎没什么攻击力 我犹豫着打开了铁门 推着小车走了进去 青年坐在角落的椅子上 一动不动 只有那双 如墨色般浓郁的眼睛 定在我身上 像是要看穿我的灵魂 护工小姐 青年不厌其烦地叫着我 你的身上 为什么有股奇异的香味 香味 我仔细嗅了嗅 并没有发现 什么异常的味道 于是只当他在胡说八道 忽视掉那道 压迫性极强的目光 我从善如流地拿出放在小车里的针管 握住他苍白的近乎透明的手腕 取了一小管血 青年发出细微的痛呼 啊 护工小姐有些粗鲁呢 我面不改色 将棉球压在他渗血的地方 头顶上方传来漫不经心的声音 真是冷漠呢 护工小姐 青年微微俯身 靠近我 冰冷的直咬气停在我视线上方 那双沉入夜色的墨眸 静静看着我 眼底是不加掩饰的笑意 护工小姐 我很喜欢你呢 希望你能多活几天 从地牢里出来之后 我被叫去了监狱长办公室 监狱长是个身形高大的中年男人 他的目光如同触手般黏膩 扫拾过我的全身 最后停在我的脸上 不是敢充斥着内心 我微微醋眉 但没有多说什么 小林 你的房间在员工宿舍404 旁边也是新来的护工 你们可以提前认识一下 他将房间的钥匙递给我 却在我手指触碰到钥匙的那一刻 拽住了我的手 小林 你是喷什么香水了吗 为什么房间里那么香 香水 我疑惑地回答 并没有 也许是洗衣液的味道 监狱长僵硬地笑了下 拽住我的手 却没有松开 你刚刚见到地下富二层 最深处的罪犯了吧 我用力抽出手 答道 见到了 感觉怎么样 如果没问题的话 以后你就专门负责那间牢房吧 监狱长不满地瞪了我一眼 面上却仍笑呵呵 有犯人提起上一位护工 我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监狱长匆匆打断 是犯人和你说了什么吗 别听他的 你要知道 这座监狱里关押的罪犯 大多是存在严重的精神疾病的 不然早就处于死刑了 上一位护工已经辞职离开了 我保证他完好无损回家了 你大可放心 我们这里是严格保护员工生命安全的 监狱长神色不定 目光飘忽 但说出的话却熟练至极 似乎是演练过无数次 我忽然明白了什么 如果小林你遇到什么事情 可以直接来找我 我任何时候都在这儿 说这话时 他的目光像是触手一般 死死缠在我身上 几乎让我透不过气来 我匆匆结束话题 便直径离开 这个监狱处处透露着一股怪异 我又想起白天面上 带着刺青的男人说的话 他杀了上一位护工 可是为什么 这里不是关押罪犯的地方吗 犯人怎么能袭击监狱的工作人员 而监狱长对于此事 态度模糊 似乎是有意遮掩真相 脑子里想着事 不知不觉就走到海岛边缘 这座监狱建立在海上 望无际 海风带着新闲的气息扑鼻而来 此时 海岸边一艘大船渐渐远去 我只能看见他的背影 这是运送物资的船 每周来一次 陌生的声音在身旁响起 我诧意转头 是一张陌生的脸 穿着和我一般无二的护工服装 他打量我一番后 语气笃定 你是玩家吧 我谨慎地看着他 没有回答 别紧张 我也是玩家 叫我谢遥就行 交换姓名后 谢遥告诉我 他比我早来几个小时 已经摸清楚了这里的情况 刚刚那艘船七天来一次 你应该知道 任务期限只有一周吧 在他问询的目光下 我点了点头 谢遥看向那艘船离开的方向 接着说 也就是说 我们要在下次配送物资时 登上那艘船 逃离这里 员工宿舍非常狭窄 窗户很小 阳光几乎照不进来 因此整个屋子非常昏暗 海水潮湿的气息涌动 房间里湿气十足 拧一把似乎可以拧出水来 我蜷缩在那张 仅容一人躺下的床上 思绪纷飞 暴风雨在午夜十分来临 摧毁着窗外的一切 老旧的窗户 被吹得枝呀作响 我实在不堪其扰 站起身准备去关上它 脆弱且单薄的铁门 就在这时被人踹开 急速划过的闪电 照亮了闯入者的面庞 是一张 我绝对不会想在这个时候 看见的脸 护工小姐 原来你躲在这里啊 白天见到的那个 刺青男政一步一步朝我走来 她手上握着一把 血迹斑驳的斧头 脸上是恶劣的笑容 我推到窗户旁 一脸警惕 你要干什么 刺青男嘲讽般勾了勾嘴角 吃笑一声 白天你嚣张的气焰去哪里了 怎么现在耸成这副模样 她快步冲过来 单手抓住我的头发 将我的头狠狠砸向墙壁 强烈的屈辱感 伴随着疼痛感来袭 我眼前一阵天旋地转 再回神 已经被她死死掐住脖子 斧头被扔在地上 刺青男食指用力收紧 手臂上的青睛猙獰而可怕 贱女人 给我去死 肺里的空气一点点消失 窒息感一拥而上 我浑浑噩噩噩地想到 原来 激临死亡是这样的感觉 刺青男大手掐住我的脖子 将我死死抵在墙上 意识渐渐模糊 垂在身侧原本空无一物的掌心 露出了寒光 我握着从系统商店里兑换的匕首 眼神一灵 就在这时 刺青男身后 突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身影 犹如鬼魅 他捡起那把躺在地上的斧头 露出一个有些诡异的笑容 随后 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动作 就目睹那把斧头 砍断了刺青男 掐着我脖子的手臂 鲜血喷涌而出 溅落在我的身上 连面颊都未能幸免于难 我瞪大了眼睛 颤了颤眼皮 红色的液体顺着鼻尖落下 在发霉的地板上 绽开血色花朵 剧痛之下 刺青男惨叫着松开了手 不停往后退 是你 你为了他动手 刺青男不可置信的声音 回荡在耳边 黑发青年脸上笑意正浓 他伸出食指至于唇边 语气森寒 莫名带着警告的意味 徐 你吓到他了 刺青男目光震惊 随后取之而带的是愤怒和疯狂 他歇斯底里的大叫 一号 你破坏了游戏规则 监狱长不会放过你的 我缩在墙角 还没从死亡的恐惧之中抽离 下意识哆嗦了下 一只手从我的头顶划过 轻轻揉了揉 似乎是在安抚 刺青男口中的一号神色骤然冰冷 音质的面容透着寒意 我都说了 你吓到他了 你是听不见吗 刺青男捂住鲜血淋漓的伤口 面容扭曲 你想杀了我 一号 你别忘了 他的话没能说完 因为黑发青年手中的斧头 利落地割断了他的脖子 鲜血剑的四处都是 也弄脏了青年干净的脸 血滴剑在他清俊的面容上 他的表情没有丝毫起伏 他将脏掉的斧头随手一扔 脚踩在刺青男的尸体上 不耐道 则和你这样的人说话 真麻烦 果然 死人永远是最安静的 随后 他转身 在我面前蹲下 啊 护工小姐真可怜 眼睛都红了 实在害怕吗 他伸出冰凉的手指 将我脸上被剑上的血迹抹开 为什么 这种时候 护工小姐的味道 还是那么香甜呢 他到底在说什么 下一秒 我瞪圆了眼睛 黑发青年咬住了我的唇 带着浓厚 血腥味的纹落了下来 突如其来的亲吻 像暴风雨般 来得让人措手不及 其实 比其吻 这更像是野兽的撕咬 我慌张地想要逃离 可青年却单手扣住 我的后脑勺 加深了这个吻 片刻之后 他缓缓睁开眼 毛色漆黑幽沉 犹如夜色般寒凉 护工小姐 青年的神色是罕见的认真 和以往的漫不经心都不同 我羞红着脸 不解地望向他 回应我的 却是令人遍体声喊的声音 我可以吃掉你吗 吃掉我 我陡然瞪大了眼睛 眼前青年的神色认真 不似作假 他凌乱而柔软的黑发 垂在我裸露出来的脖梗上 触感冰凉 几滴水顺着发丝往下流淌 浸得我有一瞬间的心神恍惚 护工小姐 青年伸出过分苍白的手指 粘起我额头的碎发 毛色浓重 说起来 我好像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极尽的距离里 他那双目眸直直看着我 我撇过头 回答道 居然会有人好奇实物的名字吗 这句话带着浓厚的讽刺意味 但出乎意料的是 青年并没有生气 反而滴滴地笑出声 他身体轻颤 眸中的笑意几乎快要溢出来 啊 轰小姐真是太有趣了 我都有些舍不得杀掉你了 我平静地望着他 一时的心软可不是什么好事 垂在身侧的手默默握紧了匕首 只要他有任何动作 我也绝对不会留情 染血的指尖掠过我的肌肤 激起一阵战力 恍惚之间 我以为是自己被什么冷血动物缠上 我不过是在开玩笑 护工小姐千万不要生气啊 我生硬地回答 没有 是吗 可是看你的眼神 我以为你想杀掉我呢 终于 青年松开了手 站起身 单手托起地上的尸体 朝门外走去 重物拖拽在地 发出沙沙的摩擦声 就在他走到门口的那一刻 我刚要松一口气 这家伙却陡然回头 露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笑容 温馨提醒 护工小姐晚上可不要睡太死哦 不然我也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我回敬一个微笑 是吗 非常感谢你的提醒 我会多加注意的 得到满意的回复 青年拖着那具尸体 消失在了黑暗中 我从地上站起身 关上门 夜深了 可我却没有半分睡意 不出意外 刚才的黑发青年 就是这座监狱里 最大的boss 他似乎没有真的想杀掉我 反而处处放水 我不知道 是我哥残留的记忆作祟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不过 这座监狱里 真的还有比这家伙 更可怕的东西吗 第二日 我照常按下电梯 进入地底下的监狱 谢瑶和大部分玩家 都负责地上三层 地下两层 分别由我和一个 戴着眼镜的男玩家负责 对方沉默寡言 似乎也没什么交流的必要 屏幕上的数字不断闪烁 最后在负二层停下 我抬脚走出去 地牢很少见光 因此关押在这里的犯人 往往阴情不定 喜怒无常 我穿过嬉笑挑衅的人群 静止走向走廊尽头的牢房 青年背对着我 整个人几乎埋在黑暗里 出于礼貌 我开口打了个招呼 早上好 是护工小姐啊 闻声 她转过身来 唇边习惯性地带着一抹笑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她并没有佩戴 初见时的黑色纸咬器 青年的容貌很出色 可最先让人注意到的 是那双漆黑而空洞的眼睛 仿佛深不见底的寒谈 她看着我 目光却让人如坠冰窖 早上好 护工小姐的脸色好苍白 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吗 也不管我回不回答 她自顾自地说道 也难怪护工小姐睡不好 昨晚的雨下的似乎有些太大了 不过 雨天是个好日子 雨天是个好日子 好奇心胜过理智 我问 为什么 青年眼里闪过不解 于是我接着追问 为什么雨天是个好日子 她漆黑的眼睛 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随后扯了扯嘴角 从喉间一出一声轻笑 护工小姐 一定很少看犯罪纪录片吧 不过 要是说出真相的话 护工小姐一定会吓到的 迟钝的大脑开始运转 雨天 尸体 我瞬间毛骨悚然 这种程度的玩笑话 已经吓到护工小姐了吗 我的意思是 能在雨天遇见护工小姐 真幸运呢 青年不再掩饰自己的笑意 仰头笑的身体剧烈颤抖起来 我沉默着为她包扎伤口 从地牢里出来后 久违的阳光照在身上 雨过天晴 今天的阳光格外灿烂 午休的时间 玩家们终于得以碰面 我和谢瑶坐在一起 交换着彼此收集到的信息 谢瑶告诉我 她从一些犯人口中了解到 被关在这里的罪犯 几乎都是fork 叉子 见我迷茫的神色 谢瑶继续解释到 这个副本我之前 在玩家论坛上看见过 或许 你知道cake吗 我越发迷茫 谢瑶叹了口气 花了整整五分钟来解释 这两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直到我终于听懂 她才停下来 你怀疑 玩家里会有cake 她神色凝重 不排除这个可能 这应该是隐藏个人任务 逃出这里 本就困难重重 如果加上特殊的cake身份 那玩家就更难存活了 我了然 所谓的cake和fork 其实就是猎物和捕食者吧 这么说也没错 谢瑶点点头 不过 分配到特殊身份的玩家 也真够倒霉的 羊入虎口 不被撕碎 就是好事了 想到cake对于fork来说 会有特殊的香味 我眼神突然一暗 该不会 我就是这个倒霉蛋吧 为了防止突如其来的袭击 我将大门锁得死死的 还特地在上面加固了几块木板 待了几日 我算是摸清了这个副本的尿性 白天的监狱风平浪静 但是一到夜晚 穷凶极恶的罪犯们 就会被释放出来 开始猎杀游戏 而玩家们 就是他们的猎物 按照我和谢瑶观察到的情况来说 猎人之间应该禁止互相攻击 这会破坏游戏规则 或许会有什么隐形的惩罚 想到第一晚对我放水的青年 疑惑又再次涌上心头 那他的惩罚会是什么 夜幕降临 猎人们也如约而至 归功于我该死的体质 砸门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格外突兀 我已在窗边 警惕地看着门口的方向 稍有异动 我就从提前准备好的绳索上滑下去 寻找新的躲藏地点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这次的副本似乎没有热武器 全是冷兵器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受到攻击的可能性 其实大大减少了 只要我足够小心 足够谨慎 存活到物资配送传来的那天 没有什么问题 砸门声停止了 我提起的心刚要落下 下一秒 刺耳的电锯声响起 破旧的木门显然不堪一击 在巨响身后陡然倒下 露出门口庞大的身影 油光满面的男人 冲我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他的脸上横肉堆积 五官挤在一起 看起来非常可怕 比起一个正常的人类 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肉堆 他站在门口 深吸了口气 神情痴迷 你好香 我好饿 好饿 门框对于他来说 显然有点小 他扭动着身体 试图挤进去 趁着这个功夫 我抓住绳索 利落地往下一滑 赶在他到来之前 成功在二楼着陆 身后却传来令我毛骨悚然的声音 你是想要逃跑吗 我瞬间转头 对上那张笑容可怖的脸 尖锐的牙齿在月光之下 泛着冰冷的寒光 是刚才那个男人 他脖子长得几乎可怕 竟然一路从四楼延伸到三楼来 这根本不是正常人类可以做到的 我反应迅速 撒鸭子开跑 而那颗头追在我身后 穷追不舍 前方的走廊一眼望不到头 头顶的灯光不停闪烁 最后不堪重负 彻底坏掉了 四周变得漆黑一片 黑暗中仿佛有什么蛰伏的猛兽 会将我吞噬殆尽 不明生物的吞咽声 在一片静谧中格外明显 呼吸声渐渐急促 我急速地往前跑去 追在身后的怪物却发出猙獰的笑声 你好香 让我吃掉你吧 好不好 他湿腻的舌尖 几乎快要触碰到我的后颈 腥臭味扑鼻而来 我一刻也不敢停 拼死往前跑 马上快到楼梯口了 绿色的光芒在黑暗中仿佛是我唯一的救赎 我火急火燎地推开楼梯间的门 在迅速关上 成功夹住身后怪物细长的舌头 他发出刺耳的叫声 愤怒异常 我要杀了你 我立刻叫门锁好 转身匆促向一楼跑去 怪物的速度很快 我刚刚跑出宿舍楼的大门 它就从四楼一跃而下 落在我的身前 庞大的身躯 犹如一个肉球 挡在我的身前 模糊到看不清五官的脸上是阴森的笑容 跑啊 你怎么不跑了 我最喜欢看猎物临死前 无谓地挣扎了 我在心里按骂几声 迅速收拾好情绪 准备迎战 怪物的动作很快 我抽出腰间的匕首 堪堪挡住迎面而来的利涨 它不甘地发出一声怒吼 瞳孔陡然心红 巨大的头颅狠狠撞了过来 我反应迅速 往旁边一闪 稳稳避开 它扑了个空 面旁更加猙獰 张大的嘴里是密密麻麻的触手 诡异地开出一朵喜花 几乎快要碰到我的脸 我握紧手里的匕首 赶在被吞下去之前 毫不犹豫斩断了它嘴里伸出的触手 鲜血喷涌而出 见到了我雪白的衣领上 过度的疼痛让这只怪物四处乱撞 它扯住我的腿 将我狠狠砸向地面 手臂被锋利的狮子划破 顿时鲜血直流 在地面翻滚一圈后 我顾不上身上的伤 迅速站起身 一瘸一拐往远处逃去 身后那只怪物 却不准备就这样放我 我思绪乱成一团 下意识往监狱地下覆二层逃去 身后穷追不舍的怪物 嘶吼着靠近我 他嘴里黑色的血块掉在地上 不停蠕动着 我闪身进了电梯 疯狂按动着关闭键 怪物却越来越近 黑色的触手几乎快要碰到电梯门 就在这时 电梯门及时合上 将我和那只怪物彻底隔绝开来 电梯缓缓下行 我只能听见上方巨大的撞击声 焦急的等待中 富二层终于到了 门一开 我就迫不及待地冲了出去 地牢走廊的灯非常暗 原本关押囚犯的牢房 此时空无一人 只剩下走廊尽头半开的大门 隐隐约约套出一点光亮 我捂着受伤的手臂 一步一步靠近那点光亮 身后的怪物已经彻底追了上来 似乎是觉得我无路可逃 他宁笑着 声音兴奋 别再挣扎了 认命吧 你注定是我的食物 手臂上传来细密的疼痛感 我没有理会他 而是坚定地朝走廊尽头的房间走去 失血感让我大脑有些浑浊 我声音嘶哑 向门后的人喊道 救救我 无人回应 但我知道他就在这儿 怪物越靠越近 断裂的触手几乎快够到我的后颈 哥 恐惧感几乎包裹住了我 我想要跑进门内 腿却被人拽住 巨大的力量将我往后拖拽 林青爷 我不死心地最后叫了声 回应我的是身后怪物猙獰的笑声 你以为会有人来救你吗 做梦吧 真可笑 死到临头还要挣扎 我绝望地闭上眼睛 下一秒 熟悉的声音却突然响起 还真是过躁啊 让人睡觉都睡不安宁 我猛然睁开双眼 身穿蓝白条纹病号服的青年 出现在我眼前 皮肤苍白如雪 因此显得眼下的亲子格外明显 他神情困倦 睡眼惺忪 像是才发现我般 尾音带着些许诧异 护工小姐 他的视线掠过我 看向我身后的怪物 含笑的目光陡然变化 眼神冷冽一场 啊 原来是遇到麻烦了 而他口中的麻烦 此刻却浑身僵住 一动也不敢动 青年扼住我的手腕 将我拉入他的怀中 我被迫倚在他的怀里 明明眼前这个人身上的温度很冷 而我却浑身燥热 心脏越跳越快 几乎快要跳出胸腔 我低头 抓住我手腕的那只手骨节分明 过分白皙的手背上血管清晰可见 青年看向面前的怪物 勾唇冷笑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你呀 吓唬护工小姐 很好玩是吗 怪物站立着发出声音 却莫名带着恐惧 一号 你想干什么 青年低声笑了下 仿佛在嘲笑他的懦弱无能 他唇角弧度渐深 但眸光却无比寒凉 我想干什么 当然是 杀掉你呀 话音落下的瞬间 青年身形一闪 白皙修长的大手 精准穿透怪物的胸膛 捏住了那颗蓬勃跳动的心脏 我还呆呆地愣在原地 不知所措 怪物庞大的身躯陡然倒下 发出沉闷的巨响声 他抽出染血的手指 颇为嫌弃地择了声 而后回头看向我 笑容犹如鬼魅 过来 我乖乖走过去 靠近他 青年眼眸微眯 从喉咙里一出一声低笑 他手指抚上我的脸 发出满足的溃叹 好孩子 真怪 近在咫尺的距离里 我看清了那双漆黑的眼眸里 自身的倒影 林青也 我其实很少叫他的名字 因为平时的林青 也会笑着念叨我 林青岚 你怎么又叫我名字 没大没小的 我是你哥 但这次我再无所顾忌 我点起脚尖 慢慢贴上他冰凉的唇 他漆黑的眼眸 如同罪诱人的因素 将我拽入燃烧的浴火中 如果爱是禁锢 那我甘愿做他的囚徒 四周静谜无声 我缓缓步入其中 与他共舞这首行星曲 周围的灯光瞬间熄灭 世界彻底暗了下来 黑暗之中 我只能感受到 眼前的人微凉的唇瓣 他的手缓缓附上我的后脑勺 拨开我的发丝 恨不得将我揉入骨血里 我于黑暗中 窥见那双璀璨如星辰的眼眸 轻声问道 这个监狱的秘密到底什么 林青也俯在我后脑勺的手 慢慢下滑 停在我的后颈上 带着凉衣的手指 在上面不停妈撒 他低下头 和我额头相抵 率先发出一声轻笑 护工小姐 真的很想知道吗 我点点头 目光直直定在他身上 想 从来到这座监狱开始 稀奇古怪的事情接连发生 而且 之前的自清男口中的游戏规则 到底是什么 这个监狱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任务时间只剩下最后两天 搞清楚这一切 或许才是成功逃离的关键 林青也听懂了 护工小姐知道自己是cake吗 我了然 事实和我猜想的差不多 林青也撩开我耳边垂下的发丝 挑眉笑道 很不幸 如你所见 这座监狱里的所有囚犯 都是fork 这是一座关押fork的监狱 我想 你应该知道 被fork发现的cake是什么下场 我当然知道 被fork发现的cake会被吃掉 字面意义上的吃 他抬眼 看向我 语气玩味 这是一场游戏 一场属于捕食者的游戏 我们就是猎物 对吗 我问 文言 林青也的唇角小幅度的扯动了下 他缓慢的说 啊 护工小姐 真是和我想的一样聪明呢 我瞬间明白了所有一切 除了玩家之外 这座监狱里的所有人 恐怕都不太正常 包括那个所谓的监狱长 那么 刺青南口中的游戏规则 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抬头 认真地看着眼前眉眼含笑的青年 我要怎样才能活下来 他直勾勾地盯着我 眼神意味不明 我可以认为 护工小姐 你是在祈求我的庇护吗 这么理解 好像也没错 林青也突然低声笑了下 答应得格外干脆 好啊 不过 他们都想杀掉我 真是让人苦恼呢 护工小姐是怎么想的呢 我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 他们都想吃掉我 那你呢 你真的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吗 我缓缓点头 林青也俯身靠近我 微凉的唇擦过我的嘴角 她的唇紧贴着我的耳畔 嗓音优雅低唇 我呀 很想吃掉护工小姐 距离运送物资的船到来 只剩下最后一天 傍晚时分 那艘船就会到达这座 于是隔绝的海岛 谢遥嘱咐我 一定要准时在海岸边碰面 此刻距离碰面时间 还有最后五个小时 按照监狱长的吩咐 我照常进入地下监狱 却被肤色苍白的青年抵在墙上 她带着黑色的指咬器 谋色忧深 护工小姐 是想要离开吗 没有丝毫犹豫 我反问道 你监视我 林青也没有否认 她居高临下 静静看着我 是 为什么想离开 这话问得我满头雾水 我是玩家 进入副本 当然只是为了通关 不离开 难道留在这里吗 不过 林青也的状态 似乎越来越奇怪了 越到后面的副本 她的记忆缺失的似乎就越多 这才第四个副本 她却已经完全不记得我了 我没有回答 身形高大的青年 单手扼住我的手腕 我被她抵在墙上 双手被禁锢住 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黑色只要气解开了 铺天盖地地稳落了下来 带着浓郁的病态的占有欲 咬紧的牙关 被人轻易撬开 舌尖交缠 她强势地撼去我口腔里 每一寸气息 我被刺激地浑身发抖 而面前的人却语气愉悦 护工小姐居然害怕发抖呢 趁着呼吸的空当 我小声骂道 变态 可这样的话语 完全记不起青年的任何情绪 她手指挑起我的下颌 狠狠撕咬着我的唇瓣 吞下我所有的骂声 嗯 我是变态 所以 护工小姐 想怎么做呢 杀掉我 眼前的青年笑容放肆 红润的唇瓣 在雪白的脸上格外突兀 我抿紧了唇 一声不吭 手中凭空出现的匕首 划伤了她的手心 烟红的血液顺着掌心流下 青年轻俊的面容 却没有丝毫起伏 平静一场 她紧紧抱着我 低雅的嗓音 带着几分病态的疯狂 想离开吗 那就杀掉我吧 真是个疯子 我扔掉匕首 疲惫的闭上眼睛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可林青也丝毫没有放我离开的意思 昏暗的地下室里 我们就这样僵持着 谁也不肯退步 最终 我忍不住开口 放我走吧 我们会再见的 而林青也漆黑的眼眸 就那样看着我 仿佛这是最后一面 护工小姐 可是我不想放手呢 我看着面前全然陌生的人 从心底生起一股无力感 这个游戏到底对她做了什么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呢喃道 哥 林青也的手指温柔地扶上我的脸颊 黑眸格外阴沉 为什么要离开 留在这里永远陪着我 不好吗 我很想答应她 可是我不能 距离约定的时间 还剩下最后十分钟 我甚至能听见解摇焦急的喊声 这时 巨大的撞击声响起 坚固无比的铁门 被横空出现的怪物 撞开了一个大口子 我看向那张熟悉的脸 监狱长 可她此刻的样貌 全然不似人类 更像是某种 浑身长满尖刺的怪物 她抬头 露出完全腥红的瞳孔 以及一张阴森可怖的脸 一号 你杀掉了两名捕食者 违背了游戏规则 你应该知道自己的下场吧 林青也站在我身前 伸出手慢条丝里的 整理我额前的碎发 甚至没有给她一个眼神 像是才发现有人来了 她侧头 懒懒的硬道 监狱长 您来得可真早啊 监狱长硕大的眼睛来回转动 像是在思索 落在我身上的目光 却令人不适 一号 你是想独吞这个cake 我听见身前的人淡淡的声音 独吞 我可没有 她口中否定的答案 让我整颗心瞬间提起 监狱长贪婪的目光盯在我身上 她嘶哑的声音带着笑意 既然没有 那就快把她交出来 紧接着 林青野忽然笑了起来 她捂着肚子笑弯了腰 身体剧烈颤抖起来 静谧的地牢之中 她的笑声格外明显 眼前这幅情景 让监狱长莫名慌张 她不解的问 你在笑什么 林青野的笑声戛然而止 取之而带的是 她冷漠至极的声音 独吞 真可笑 她本来就是我的 谁允许你 寄予我的东西了 她说这话时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眸色黑的纯粹 看向监狱长的目光 就像在看一团烂肉 话音落下的瞬间 监狱长的表情 肉眼可见的恐惧起来 一号 你已经违反了 两次游戏规则了 你怎么敢再犯第三次 监狱长的声音 卡在喉咙里 下一秒 她整个人被撕成了两半 倒在了原地 眼前的巨变 让我瞪大了眼睛 罪魁祸首蹲下身 轻声道 游戏规则 您别忘了 强者才有资格制定游戏规则 我低头看着腕表上的时间 你走吧 我疑惑道 真的 你愿意放我走 她点点头 语气是少见不耐烦 赶紧走 趁我反悔之前 如愿以偿达成目的 我却犹豫了 时间快来不及了 我狠狠心 转身离开 这时 身后传来悠悠的声音 带着莫名的怨念 小梅良心的 走了就别回来 熟悉的话语让我脚步一顿 我突然转身 没油透了说了句 林青也 我有不得不离开的理由 但我们会再次相见的 林青也站在黑暗之中 落日的余晖 透过狭窄的窗户照了进来 映在她的侧脸上 稍远的距离里 我看不清她的神情 却能察觉到 那双沉沉如叶色的毛子 一直定在我身上 她说 知道了 不是决定要走吗 快走 别让我后悔 脚下的岛屿 在慢慢沉入水中 我只能奋力向前跑 谢瑶站在甲板上朝我挥手 她身后是一众玩家 时间到了 我错过了最后逃离的机会 轮船即刻启动 慢慢驶离海岸 我筋疲力竭地跌坐在地上 还是 失败了吗 一便突生 巨大的轮船在我眼前爆炸 碎成了无数片 漫天火花之中 面前的人朝我伸出手 起来 林青也拉起我 她神情严肃 但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说 真正的出口出现了 赶快离开 我被她拉着跌跌撞撞往前走 脑海中却克制不住地想到 如果我登上了那艘船 那么死的就会是我了 完全错误地出口 无辜牺牲的玩家 一切都萦绕在我脑海里 让我头痛不已 牵着我的手松开了 身后的人轻轻推了我一把 走吧 出口就在前方 我抬头一看 前方果然亮起一道光门 身后是无数怪物的嘶吼声 他们嘶吼着 蜂拥而至 空气中蔓延的血腥味浓郁至极 历刃划破血肉的声音也格外清晰 我抑制不住回头的冲动 身后的人却冷声道 聆听完 往前走 别回头 于是我只能含着泪 继续往前跑 踏进光门的那一刻 我终于无法克制地回头 整座岛屿已经完全沉入水中 黑如深渊的海面上 漂浮着血水 月色与血色之间 林青也漆黑的眼眸 恍若沉沉如迹的黑海 又像是深海的漩涡 将我的灵魂全然吸入 他轻扯嘴角 笑得肆意 同我进行最后的道别 再见 光门彻底在我眼前合上 随之而来的是 久违的电子音 恭喜玩家林听兰 通关副本海岛监狱 下一副本死亡列车即将开启 请玩家提前做好准备 祝您游戏愉快